Loving Family 真爱在我家 这里是佳音广播电台FM90.9 现在为您播出的是真爱在我家Loving Family 我是金培文 这个节目是由台北基督之家天生传播协会 和佳音广播电台联合为您制作 我们同时在罗东的Love Radio FM90.3 从下午的7点05分到8点播出相同的节目 欢迎听众朋友按时收听我们每周二为您播出的真爱在我家Loving Family 最近有位年轻的妈妈她非常的苦恼 因为她的三岁多快四岁的小孩变得非常的不听话 什么事都要跟她发脾气唱反调 所以她觉得非常的困扰 好像不太容易教 其实每一个年龄的孩子到了不同的发展的时候 他们的表现就会有一些的不同 四岁以后的孩子他们的心智发展大为不同 他们有些什么不一样呢 第一个他们逐渐变得越来越强 你说这样她不一定会认为你是对的 即使她认为你是对的 她也不见得她要听 所以她开始又向你表达她不要照着做 向你表达她的怒气 像我说的这位四岁的妈妈 她就说加收玩具 她就会故意把玩具丢在地上 那如果是三代同堂的 她就小孩就小的去找爷爷奶奶 爷爷奶奶就会护着她 这个时候妈妈的管教就要非常重要 那这位朋友他就说 当这个小孩听到妈妈责备她丢玩具的时候 她就大哭 然后奶奶就跑出来抱她 说需要这么大声吗 需要这么凶吗 但是妈妈呢 这个媳妇就坚定而温柔的跟妈妈说 妈妈你不要抱她 我有我的管教法 这个奶奶也不错也愿意听了 然后就回房间去了 所以四岁的孩子他心智开始不一样 他逐渐越来越强 他的控制欲也会变得很强 以前指挥的是顺序 那么四岁以后凡是喜欢自己都要做 不要别人帮 挑他自己想要的人去听 不想的他就不理会 情绪呢 模仿就变强 很容易受到周遭人的情绪影响 你生气过去 他更生气回来 而且他也希望受到尊重 想要有选择 想要有不一样的选项 开始跟爸爸妈妈讨价还价 所以到了四岁的孩子 真的是在管教上面 有的时候要有一些的方法跟策略 用什么方式 让他能够在话语上面能够顺服你 不至于发脾气 不至于一直发表他的主见 有的父母说 我要让孩子有自己的主见 所以当我教育他的时候 他要发表主见 他觉得是很好的 我觉得是不错 让孩子发表主见是好的 但是有的时候 他发表主见的时候 并不顺服父母对他的规定 所以这时候 父母就要有一些智慧的言语 来帮助他就范 就是帮助他 很自然的就会 顺着你的管教方法去顺服 只要我们说话的 语气对方法对 其实呢 四岁的孩子也是一样 可以被管教的 被驯服的 那四岁的孩子 他坚持底见 己见 听自己的比较多 所以常常如果我们 一用硬强硬的方式 只会造成他的情绪 非常的 无法控制 所以今天在节目中呢 我们要跟大家来谈一谈 三四岁的孩子 就是幼儿 幼儿 为什么会不听话呢 那我们怎么样来帮助他 愿意宣服 愿意听话呢 这是我们今天 在节目中 要跟大家谈的话题 我们休息一下 听一段音乐 我们等一下就进到 我们今天的话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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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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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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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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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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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